第22课 标题是我所看到的只是一种报应形式 在这里我们先要来解释一下报应这个词 这个词可能乍一看觉得不太舒服 容易勾起点什么 因为我们更多的日常当中 好像用这个词的时候是说的因果报应 行善又善报 作恶的时候那就要遭报应 对吧 好像是这种用法 那么其实在这一节课的这个练习当中 他所说的报应形式 仅仅是我们这颗星在波动的时候呈现的像 也就是说心是因世界是果 不是六道轮回里头那个小因果遭恶报的那个报应 是心是因世界是果 我是因世界是果 这个在像上的展现呈现 这个地方我们特意要强调一下 如果不强调一下的话 今天这一课读起来已经不舒服了 马上第23课就被文字像完全长住了 根本读不下去 然后呢第22课它是承接了第21课 第21课用愤怒这种情绪 作为契机来说事的 第22课呢 仍然如此 它讲到了这个攻击念头 讲到了愤怒的这个投射 那攻击愤怒的这个情绪 本身是一种攻击 形式上 它这个展现出来 形式上向上 屏幕上我们看到的故事情节 可能是A对B产生情绪攻击 或者说A用情绪攻击了B 用愤怒情绪比如说攻击了B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作为向上的投射 投影员上 也就是内涵上 星阴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来探索一下 昨天我们聊到的 情绪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 它在产生之前 一定根子底下有一个信念 或者说是人生剧本 或者说是夜获种子 它起什么作用呢 起的作用就是留一本 甩一半 把它切割开 不管你什么圆满之境 不管你有限无限 不管 反正我就一定要切开 所以换一句话讲 A对B的情绪攻击 其实是什么 这种情绪攻击本身 是因为 是来自于局限 对无限的攻击 我切开了 我把切小了 我拿这个小的一半 说事来攻击 你说我是圆满 来攻击你说我是 无限的存在 攻击 那局限呢 局限是肉身的象征 无限呢 No where but everywhere 哪也不在 无处不在 它是真身的象征 所以说白了是什么 是肉身对真身的攻击 再换一下敬意词 其实揭示的是 我们的心音啊 心地上面 小我对上主的攻击 就这个东西 仍然是在无意义的 这个空白上面 小我抢着写自己的意义 抢着赋予他要写的意义 抢着写他要赋予的意义 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经由这样的分析 我们再来看这一课的标题 我所看到的 只是一种报应形式 对吧 换一句话讲是什么 外在的这个展现 呈现这个象 或者说我的经验 经历 我的外在现实 是什么 不过是图像式的 展现了我自己的攻击念头而已 图像式的展现了 小我对上主的 一系列的攻击念头 其实就说了这个 换一句话讲 问题出在哪了 真正的问题 出在我不知道我是谁 是我 对自己真实身份定义的扭曲 产生的 我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我以为我就是这一具肉体 你说我无限的 我非会死 你说我永恒的 你说我无限的 我非会浅花光 我会穷 会吃不起饭 上不起学 你说我永恒 我非会死 就这么对着干 其实都是对自己 真实身份 一种 错位 错位的认知 造成的 那么稍微展开一下 我到底是谁 我是谁 我们之前探讨过 小我本身 定义的这个自我 根本就是虚妄不实的 我们举了很多 从方方面面 讲了不少 对吧 来破我 破我值 今天我们来探讨 我到底是谁 我们还是举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今天 我去了一个景区 带了一个无人机 用我的无人机进行航拍 然后我在遥控器上面 我就可以看到 无人机要拍摄的这个场景 对吧 这个风景 OK 那这个风景是谁在看 第一层 是无人机的镜头在看 对吧 第二层 是我通过无人机的镜头 摄像机 摄像头 是我在看 在屏幕上看 然后 问题来了 突然这个无人机坠机了 出状况了 掉到河里了 捡不起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会怎么办 如果我还想继续航拍 我知道了 我下一次再买一台新机器 我继续通过新的设备登录 通过新设备的摄像头 去看 去拍 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时候没有人会叫 哎呀 我死了 不会的 因为 不是摄像机镜头在看 是我在看 是我通过这台设备在看 对吧 那同样的 我们往回撤一步 把这场景往回撤一步 我现在肉眼在看任何东西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 是我在看的 还是我通过我这个肉身 远程登陆在看的 小飞机 没了的时候 坠机坏掉的时候 我不会说我死了 我死了 但是我这个肉身 没有呼吸的时候 会说我死了 我死了 别人会说我死了 这个人死了 对吧 那我究竟是谁 我怎么知道 我就局限在这个肉身里面 我怎么证明呢 我证明不了 奇迹课程的观点 他会告诉我们 用比喻的方式讲啊 我是远程登陆的玩家 我不是游戏里的那个角色 这样会有点明白吧 就像我们再回到那个航拍 我是通过小飞机来航拍 我是远程登陆的玩家 我在背后操控 而不是那个小飞机 不能代表那个小飞机就是我 小飞机有眼根 他在看 对吧 但是不能代表那小飞机就是我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这一课的内容就是说了一句话 我所看到的 只不过是 小我对上主 攻击念头的图像式展现 就这一句话 接下来我们看格格的练习 这一课 文字上面 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讲解的 但是我想通过两个例子 我们来感受一下 即便是相类似的情况 我们在做允许发生这个练习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 我们来感受一下 我们潜意识里面有多少盘根错节的东西 拦着自己 不让这个不让那个 第一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 零下四十度的时候 在户外冻伤了 这时候他去医院 那医生就跟他讲 你冻伤了一个脚趾头 你把这个脚趾头那截掉 那就舍局部 爆整体 不会给你整个人的健康带来太大的危害 但是脚趾头要不截的话呢 以后怎么着不知道 会 这个蔓延到其他什么地方 引起什么比较严重的后果 更加不堪的后果 就很麻烦 你现在愿不愿意 截肢 截这个脚趾头 那 常规来讲 98%的人我相信 都会说 OK同意的 社局部爆整体同意的 签字 动手术 照办 允许发生 这就是允许发生 在 社局部 保整体 这个 观念也好 框架也好 之下 选择了允许发生 再来 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全球范围的新冠疫情 我相信很多 朋友可能也听说 也听说过的 因为 在灵性层次 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 也是在 社局部 保整体的 这个框架下面运作 地球要 升入更高的维度 地球要扬升 势必 也要排毒的嘛 跟人一样 要排毒的 要去掉一些 不能够 未进入高维度 服务的一些 能量 所谓的 低频能量也好 对吧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 新冠疫情 对整个 地球来讲 也是一个 舍局部 保整体的 这么一种运作 机制 只不过这个时候 局部 是个人 整体 是整个地球 这个时候 你看看 还能不能用 舍局部 保整体的 这个允许发生了 好难好难的 底下 底下冒 好多东西出来 生命是最宝贵的 比如说 还有比如说什么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所以一定要救 不计代价 一定要救 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会冒出来 还有什么 还有 舍局部 保证 这时候不行 一个都不能少 地球上 一个人都不能少 尤其是我家的人 一个人都不能少 一根毫毛都不能少 这种东西都冒出来了 这时候要用全然允许 是很难很难的 这时候想要不着相 是很难很难的 所以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我并不是说 要给新冠这个事件 下一个什么 下一个什么结论 下一个什么 或者赋予一个 什么样的意义 我只是说 在舍局部 保整体 这么一个框架下面 我们举一个小例子 所谓的小例子 小事件 和一个大例子 大事件 我们自己看一看 我们潜意识里面 冒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一样 有多少东西 会出来反对的 全然允许 这种允许发生 容不容易 但这个心法层面 其实 行为上 是另外一码事 要救人 对吧 采取各种措施 隔离也好 医护人员 奋力的就职 也好 开发疫苗 也好 这些都是形式上面 对吧 内涵上面 心应怎么做 确实就是 允许发生 心 医院层次 是这么工作的 外在我们可以 fight 我们可以去 做任何事情 可以去行 一切善 但是心法上面 全然允许 大家感受一下 做这个功课 容不容易 今天暂时分享